你好 歡迎收看6月11號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呂慧 花蓮現在今天新增731例的確診個案 縣府也召開記者會說明 並且公佈了提供公費清冠1號及視訊診療的中醫機構名單 花蓮北區有18間 南區有4間 可以經過視訊診療之後 醫生就可以開立清冠1號 讓確診民眾來使用 整體來講我們花蓮有非常多的中醫 來協助我們的鄉親做視訊看診 看診完之後 他就會提供清冠1號讓你來使用 所以今天我們把整個中醫的視訊診所 在這邊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讓我們能夠鄉親知道 如果你有需要可以打這些電話 跟他聯繫 最好如果你家附近就有中醫診所 你也可以直接跟他聯繫 所以在花蓮市的部分 有這個人際中醫診所 大興 宋玉堂 萬順 外科中醫診所 有非常多診所 在吉安鄉有樂田 漢華 林正森 在新城的話呢 有嘉德 還有林秉龍 其他的在壽峰 鳳林 光復 玉林 都有中醫診所來提供我們鄉親的服務 所以如果你本身已經有確診 那你可以拿你快三陽的檢測片 然後打這些電話 跟我們中醫診所聯繫 然後拿視訊看診之後 他就可以開清冠1號給你 那有兩種方法 你可以請你的鄉親 請你的親友 去他們中醫診所去領取清冠1號 當然他們也願意送清冠1號 送藥到你的府 到你的家裡面 不過自己打肯 自己請親友來打比較快 因為畢竟診所還有很多的病患 他們要全部把完之後 才有辦法提供 那基本上他就是你感染了我們的新冠病毒之後 已經康復了 那在康復之後呢 又發生了一個身體多器官的一個炎性反應 而讓多器官受損 那其實他並不是病毒引起的 而是病毒被驅趕之後 自己身體裡面的這些免疫細胞 並沒有因此停止下來 那從某個角度來看就是內亂 不是像我們國家一樣的內亂 內亂 就是不是外來的攻擊 而是內部的內亂所造成的結果 我們體內的免疫系統發生的錯誤 而攻擊了自己的器官 而導致一個結果 所以這是MIS-7的一個狀況 那其實他整個臨床上的症狀跟發炎的反應 那其實跟我們兒童常常發生的一個疾病 叫川崎症是非常的類似的 那只是川崎症發生的年齡都是偏小 但是MIS-7的年齡比較大 大概6到12歲 那他最主要診斷的要件是 要發生要三天以上 那有發炎指數上升 那以下來呢 五個這個情境呢 有兩個 BP有兩個 比如它有出疹子 就是我們的皮膚的連膜系統受到損傷 它有化膿性的茄膜炎 或是我們有草莓蛇 那嘴唇有乾裂 這些現象 第二個呢 就影響到我們的血壓 那會有低血壓或休克 第三個你可能會有心肌功能受損 比如說你心胞膜炎 半膜炎 甚至會有冠狀動脈擴張的現象 那或是你有本身血液離固的問題 或是還有一些腸胃道的症狀 這五個現象中如果有兩個現象 加上發炎指數增加 加上發燒超過三天以上 就可以被診斷成MV47 也不知為了 得到 作詞 作詞 和